大家好,我是老表 今天呢,我来做一道我小时候,我奶奶交给我的一道美食 这个的话,在我们那边叫做大鼠 可能是因为他讲的很大,所以说这么叫 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下锅 现在我们把它分解开来 把它切小块,随便什么切都可以的 现在我们就把它装剥给多碎,多涌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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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八十一刀啊 你就摸着就摸它 摸它摸摸 越摸越好啊 手都超近 像这样挤的话 就差不多了 像这样就非常的满麦 很凉的样子 OK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搅拌 好吧 你看这个 多凉 就不知道它能不能均匀 是不是非常的凉 就是这种感觉 哦 凉凉的哦 对对对 OK 现在把锅给萧叶 然后呢 花生油 锅里倒 倒多一点 然后把油腌一腌 不管了 一锅来了 然后把油腌一腌 然后把它一点一点的搞开 可能太多了 可能太多了 我搞搞搞搞不定 好像油放多了 这一块了 把它搞开 像个饼一样 非常的转捏哦 现在我们来翻一个面 看一下能不能 哎哟 专业 就是这个 这个颜色 非常的亮 继续把它面来煎一下 看上去非常的脆口啊 好久没有吃这个东西 先喝点 好 好了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分小块 分小块 分小块 现在把它搞在这个碟子里面 看这个颜色 东哥快点过来 尝一下我做的这个薯饼 快快快 很亮的不 还真的不错 尝一下尝一下 这是我刚才教我的 看起来不错 尝一下尝一下 尝一下怎么样 吃这个紫薯上瘾了是吧 因为我很久没有做了 这个东西 啊 不错 还是挺牛逼的 还是以前的味道 没想到你都有这一手 还是很彩虹的 这个东西啊 不是一般人能种出来的 只有我这种 比较轻快的 反正好吃 走来管你 哈哈 嗯 没想到老表 在广西能带这名手艺过来 我就会煮汤水 吃小点呗 不要吃这么多 留点给摄影师呗 你看 呵呵呵 这样还流口水的吗 像我小时候呢 我奶奶经常做这个 这个 这个给我吃的哦 他做出来给我吃呢 他就会在旁边 经常聊起 他 以前啊 年轻的时候 有多么的苦 多么的穷哦 像以前 呃 像我奶奶那一代的话 以前基本上 很少有肉吃的哦 都是吃这种 各种各样的什么薯 那像那种木薯啊 番薯啊 那种玉米 这种之类的 他们跟我说 一年当中都没有多少次 有肉吃的 嗯 以前能填饱肚子都不错了 对 我们三个人 直接把那个 大饼给干完了 现在剩一锅 这个糖水 这个糖水呢 等它凉了之后 我们再放进那个冰箔里面 冷藏一下 跟我买 好了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